我喜歡做生意 是因為我覺得像打仗 當你一開始打 就什麼都會發生 假如你不想死 就要拼命地想方法去救自己 我同一天 決定扔錢去搞這一間飲品店的第二天 我已經要在資金裡拿八萬元出來幫姐姐贖車 結果就被那個女秀和說我沒有信用 另外我的拍檔呂智逸的態度又忽然改變了 她沒錯是有很多ideas 但是這幾天開會 不夠一會兒她就說有事做要先走 將剛剛才開始打 但是她已經好像無心亂戰一樣 這些台式飲品店 在香港已經開了很多 寶仔讓給我們這間店 生意算是這樣的 但是跟其他店賣的東西都差不多 阿黎 麻煩你 辛苦你幫我拿這麼多情報 繼續開會 阿楓在聽你說話 說話 阿楓已經是我們的老友 那的確辛苦你 一天之內拍這麼多照片 又拿了這麼多人的drink list回來 反正我有空沒東西做 阿楓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都應該創一種特色飲品 做我們的鎮店之寶 對呀 阿黎家是做代理燕窩入口的 我們去跟世伯聊 叫她給個特價我們 買些碎料回來 我們做一個香護燕窩西米冰 又好吃又有營養 靚妹、OL、司拉、阿嬸 什麼都嚇死了 是啊 聽到我也想喝 可以試一下 那我們什麼時候約世伯出來談 看看燕窩有多少錢 那本太多了 即是買賣都不夠虧 抱歉 我先出去聊個電話 阿楓 你跟阿黎先聊一下燕窩的東西 蛤 我聊什麼 怎麼走過去也有 這幾天阿日也有很多工作 是啊 也不知道要搞什麼 對了 阿黎 你有什麼工作 沒有的 我來了香港幾年 但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好 你從外國回來 我在馬來西亞大的 我爸爸是香港人 這幾年他做燕窩做得很開心 就搬我和媽媽來香港住 我媽媽在這裡負責行公司 那你呢 你做什麼 我什麼都做的 我拿旅遊巴 做魚生批發 幫我朋友手做草物店 但現在呢 就要集中精神地做好這間店 嘩 你很厲害啊 做這麼多事情 對不起啊 我有點事要馬上出去 喂 先聊半個小時 但我們就談好了一個想法 細節呢 阿黎會和你搞定的 蛤 我搞什麼 不知道的 你呢 就約阿楓去見你爸爸先 然後呢 我們找天呢 就做幾杯試一下 那行的就買咯 那就行了 一點都不複雜的 我真的要趕著出去 有什麼call 阿黎啊 你自己小心點回家 take care 拜拜 喂 你知不知道他搞什麼 不知道的 那我就聽他說 幫你找到我爸爸先咯 我是許智安 飾演阿楓 我是彭琳 飾演阿黃 我是馬俊偉 飾演阿日 我是婉婉 飾演阿黎 新城997廣播劇團 風和日麗 第五回 Christina飾演女客人 兩叔飾演阿黎爸爸 PRIMA飾演阿珍 編劇鄧傑明 配樂五樂城 製作Account 監製哈比比 昨天教阿珍滑水 怎知道他又會弄傷 那個Michael又說怕女朋友炸型 不理人就走了 我不怕阿黎生氣我 因為他不會 但是我又不想他亂想事 那唯有騙他有事 留在平州陪阿珍 不過說真的 阿珍都幾吸引 原來他又好喜歡做生意 認識人又多 想不到他還好到現在打電話給我 說想介紹幾個想在香港做投資的朋友給我認識 秀王 我上次把你介紹給我用的水份免箱給了我同事 他現在想要 你今天有沒有帶到在這裡 讓我看看 唉唷 沒有帶多到 這兩盒有客人要了 那下次你上來幫我做面子的時候 你帶給我吧 不用 你在灣仔上班 對嗎 是啊 我明天在灣仔有兩個約會 那我順便拿給你就可以了 那還好 你可以介紹其他產品給我同事用 在你的辦公室介紹 怕不怕阿 不怕阿 我的老闆也是女人來的 不知多喜歡這些東西 玩手阿 他自己買了一份 那麼好阿 那好啦 明天我一於拿多點東西上來 和你的同事一起試 你真是勤力了 一個人拿那麼多東西到處走 那這份是我自己的工來的 唉唷 抱歉阿 我要先聽聽電話 你慢慢吧 我老公今晚喝 我不用煮飯 一點都不說 麻煩你阿 喂 喂 喂 你在做甚麼阿 幫客人做面子 你是誰阿 我是有喂阿 蛤 你為甚麼這個時候打電話給我 你那邊好像是半夜來的 那人們想起你阿 找找你不可以嗎 我在做事阿 有事就快點說阿 嗯 你一點都不驚訝的 有甚麼驚訝的 有甚麼驚訝的 快點說阿 別人在等我阿 我下個星期回來阿 公司有事還要你回來阿 可能你不讓我回來看你阿 你當然不會阿 你那麼懂計算 肯定將機票是不用你付錢的 你才會回來阿 我知道阿 新聞都有說阿 加拿大有間行公司說倒閉 你是不是趕著用了那些資金呢 你管我怎樣回來阿 總之我回來探望你阿 那你就回來阿 下個星期幾阿 星期四 星期四阿 咦 我下午有兩個客人要做阿 你幾點機的阿 我七點鐘到阿 那你回來之前兩天再聊電話阿 我現在要做事阿 嗯 隨便阿 試甚麼彈阿 我是有事早阿 不然你一會又說長途電話費貴阿 嗯 OK啦 那早晚阿 拜拜 對了 陸太阿 今天我不跟你做那麼久的按摩了 別我怕刺激你皮膚分泌 你的臉會太油的 好阿 有親人從外國回來阿 不是 是我男朋友阿 蛤 是嗎 我以為是你的不知道甚麼親戚 其實就算我陸太不說 我自己都覺得有問題 聽到阿違說回來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們上次見面 是在年多之前我去加拿大探她 她不斷請了兩天假陪我 然後已經趕著上班 但我又不覺得有些甚麼 還覺得自己一個人四圍去 更開心 我也不知道阿違 剛才為甚麼要假裝冷驚喜 我們兩個都不是這些人 而且她這樣忽然回來 還反而搞亂我的事 我想我們都快離開了 阿阿阿 Sorry阿 我又有電話阿 我不要緊阿 我都說不急了 喂 Sora阿 阿荔阿 你在一間間有空嗎 如果又要去店舖我就沒空了 不是阿 我想找人陪她喝東西阿 我大哥呢 你不知道嗎 她要去菲律賓三天 她去了菲律賓 她去了菲律賓 還說談得對的話呢 可以請我做顧問 我都說我可以做生意的 是阿修和阿荔他們害怕的 如果我不行 我現在又怎會去菲律賓呢 阿荔你家又換窗簾嗎 是啊 媽媽說秋天應該換過顏色 香港還有秋天嗎 小姐 雪燕窩 行了 有沒有筆給人家 有啊 收我啊 不如出去餐廳吃點東西 喂 我大哥去三天而已 你需要不需要已經悶成這樣 我不是因為她要去三天的關係 但是我感覺好像有點怪怪的 你又覺得她弄弄陣嗎 是啊 其他 還等什麼 我也不知道多想你對付她 你知道我做不出的 葉麗珠小姐 現在有條件那個是你 你又漂亮又高又有錢 對人又好 又疼個男朋友又聽話 她都這樣對你 就證明她沒得救的 你還理她 累死你自己 但是我只疼她 我對別人不是這樣的 我對其他男生很壞 行行行 我無管動了 停 喂 你知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女人 我怎麼知道 我連她去菲律賓都不知道 怎麼會知道另外的女人 對了 你怎麼知道 感覺 女人的直覺很準的 你說次次 每次都準 那是多少次 不算這次 三次 如果殺人不用坐牢 我一定先殺了我哥 第二個就是你 為什麼殺我 第一 是你教餵所有男人 等他們這麼放肆 第二就是你這麼喜歡我哥 你一定跟著他死的 是不是 你好兇 當然 不兇 在我家怎麼生存 就是因為我兇 我哥才生存到今天 否則他早就被人賣了 所以呢 其實你很疼你哥哥 我真的不用疼他 他疼你就夠了 他不按太多卡 我就說他好了 他去了菲律賓 一定是按卡 唉 慘了 這次一定死了 這個女人一定很厲害 他沒試過這樣 他以前出去都是吃飯 那些什麼 我真的不懂勸你 但我可以告訴你 他是先天失控的人 他一點自製力都沒有 尤其是當那些是朋友 喂 那個女生呢 有沒有打過去你家 我怎麼知道 我哥是怎麼跟你說去菲律賓的 他沒有跟我說的 他只留下訊息給我 給你看看 我不是想罵人 但我真的覺得自己 一點都不浪漫 是完全給我那個哥女的 好像他忽然走了去菲律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另外一個 但是他在阿荔的電話上面 流的訊息真的太動人了 他後面皮到 流說 我雖然去了菲律賓 但是心一直放在你的手 唉 不用這麼骨鼻 我每次看到這些事情 我就會跟自己說 千萬不要中計 所以無論男人做什麼 我都沒有什麼反應 不是 應該是說我提自己 千萬不要有反應 是否你媽媽回來 沒那麼早 她今晚去表演粵曲 暈誰 我找葉錦榮先生 Janny 請人進來 是朋友 為甚麼他又來 不知道 Hi 阿楓 Hi 你爸爸說喜歡吃魚生 叫我送些上來給他試一下 順便說來拿貨的東西 是呀 我爸爸很喜歡吃魚生 Janny 我爸爸呢 爸爸在說電話嗎 我想說長途電話 阿楓你坐一會 好啊 對了 你做這些魚生生意 做了很久了 大半年而已 女秀和 我那天說海豚 是用來做罐頭 是因為那些人捉了沙文魚 捉了海豚 但你又不能賣 所以拿去做罐頭 我不是亂說的 但人家那些是小朋友 小朋友都會長大的 他都要學面對現實 這個世界 有幾多個好像你這樣 對他們那麼有心機 他生活著那個世界 根本就不是這樣 你說到那麼好 有甚麼用 香港人 就是因為有太多你這種 那麼無童真的人 所以個個都只懂得做事 甚麼想像力都沒有 我沒有說想像力不好 好啊 我只是說要平衡一下 讓那些年輕人知道多些事才是真的 是這樣的 其實秀和很喜歡海豚 所以他聽到 他不開心的 喔 怪不得 喂 誰說的 不是嗎 你那天是這麼說的 如果你那麼喜歡海豚 你聽到日會比較容易 我不是想著我自己的 喂 秀和 你也想來嗎 Uncle 你也認識阿楓的 認識的 啊 是我沒有記憶的 他和你哥哥一起搞飲品店 你又怎會不懂 你哥哥這麼厲害 找到一個好夥伴 西伯 你試一下魚生 看看剛剛口味 裡面有隻海膽挺新鮮的 如果你試過好的 就早點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要特別訂的 好啊 我現在馬上試一下 阿楓 你做事很爽快 我今天才跟你說完 你現在就馬上搞定 記得就先做了 我怕開了舖 沒時間 那你進來我的書房 我跟你說說燕窩的事 說完就試一下你的魚生 好啊 下星期 他們就正式要做一間店 是呀 你哥哥打算做一隻燕窩鄉湖西米冰 那他還飛去菲律賓 是呀 那些東西又給你了 不是呀 阿楓正在搞定 我都不懂的 還有我怎麼跟阿楓一起搞事 你呀 你想跟他搞什麼 你笑什麼 那是這麼說的 我說真的 一起做生意 你跟他都不看著 那怎麼行 我連你哥哥都看不成 還叫我搞了生意 但是那些錢是你的 但是我真的不懂 不懂就學 我現在哪有心機學 你先幫忙看著 我都叫你們不要搞的 頭還沒開 已經什麼都不管 我看你們怎麼搞下去 真的不要煩我 那我不知道了 等你哥哥回來先 阿楓 我和你搞得很清楚 價錢真的最低 你自己去印尼 都拿不到這樣的價錢 我知道 我現在不是考慮價錢 是想拿回去試一下 還有些芋頭西米做在一起 看看效果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話 我打算做別的 那你先試了 然後給我電話 阿楓 你明天就試做那種飲品嗎 是啊 不等一天 我怕趕不及 我明天試 你來不來試 周華 明天有空嗎 一起啊 你又叫我了 你也來 待會兒就說我騙你了 你又說什麼啊 決定了開店之後 女子日竟然失蹤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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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不過玩一下滑水而已嘛 就認識到阿珍 看不出他這麼年輕 已經做著這麼高職位 專幫人搞上市公司的 不過他真的認識很多人 就好像今次 我跟他去菲律賓那樣 他介紹幾個partner給我認識 有些講英文 有些講國語 哇 搞到我轉台轉到頭都穩 我真的不明白 好像你剛才跟他們聊天 我覺得你很presentable 你怎會不在大公司做過呢 我懶吧 是你懂得享受 知道自己要什麼 那你不要看得我這麼好 我會令你失望的 你這麼說 只是說我看錯人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不會 我見過好多人 and you are someone special 我一向都知道自己很special 但是給阿珍說一說 他講到我好像 快可以選總統 我是許智安 飾演阿楓 我是彭玲 飾演阿黃 我是馬俊偉 飾演阿日 我是婉婉 新城997廣播劇團 風和日麗 第六回 Angela飾演Silver Prima飾演阿珍 劉遠芬飾演阿和阿日母親 Bubble飾演沙沙 編劇鄧傑明 配樂五樂城 製作Account 監製哈比比 好 好 你們嘗嘗 你們嘗嘗這些燕窩香芋西米冰 有這麼多菇 有什麼不同的 有三種不同的芋頭 有大陸 台灣和泰國 你們嘗嘗哪一種香和軟 還有些西米 有大粒和小粒 還有 嘗嘗是混鮮奶 花奶 還是椰汁 嘩 這麼多東西試的 是啊 嗯 芋頭有大粒有小粒 是啊 對啊 你嘗嘗 是大粒的就好咬 還是小粒就容易吃 阿楓啊 你以前做過這些嗎 搞到這麼多東西出來的 就是沒試過 才要你們幫忙試一下 嗯 怎麼樣 覺得怎麼樣 嗯 一喝下去 就好像太稀 稀? 應該喝冰 當然要有些東西喝下肚 好啊 怎麼喝啊 嗯 那你現在是賣有燕窩的 那些客人一喝 那覺得是稀 第一個感覺就覺得你騙他了 那他見到 他見到一個更藥燕窩的嘛 但是吃東西是講感覺的嘛 那真的不好喝了 不是啊 嗯 挺好喝啊 我剛才沒說好不好喝啊 我只是講第一個感覺而已 那第一個感覺不好啊 就是整杯東西都不好 都差不多了 那沒事了 喂阿楓啊 我沒試過呢 那些芋頭和西米啊 先試一下 哇 你真的很有心機做的啊 什麼事啊 嗯 開門做生意 有心機就預料了啦 那些客人不會理你嘛 嗯 但是 我真的覺得很好喝啊 不用安慰我 哎呀 外面還有一輛車 上面的狗多可愛 白酸酸的 我朋友來的 哎呀 哎呀 你們先坐一會兒吧 他不知道找我什麼事 喂 修華 其實這杯東西挺好喝啊 我沒說不好喝啊 我說稀了一點而已嘛 但你看看啊 他真的好有心機的 這杯東西都找了這麼多隻糊頭 我看到 那就鼓勵一下人了 哎呀 那又是他叫我給意見的 那我就說我的感覺 他可以不聽的 你怎麼說得我好像故意那樣啊 哎呀 那我又不是 這間店的設計老套一點啊 還可以啊 但是你的客人是年輕來的嘛 那些顏色應該要一點的 咦 你的朋友啊 哦 是我Partner的女朋友 Hello 叫我阿黎 我叫Silva 你有沒有Pets的 沒有啊 有興趣的 另一個店裡選吧 我一定給他好Discount你 我卡片了 多謝多謝 這位小姐我給你 他叫秀和啊 Hi 阿楓啊 給我一杯飲料吧 不如你試這杯啊 這杯是阿楓親手炮製的 好啊 嘩 什麼來的 很好喝啊 是不是真的啊 你的樣子不用這麼誇張吧 不是啊 真的好喝的 那些陰陰陰的是什麼來的 是燃窩來的 嘩 這麼正啊 這杯東西一定賣得 多謝你先 喂 但是你的東西好喝沒用的啊 那個門口都不夠attractive 鬼咩 那些錢用來做頂手費 都沒有多餘錢做裝修的 嗯 我只是想給點idea 對了 你這個星期六 是不是來那間shop 繼續幫忙的啊 我未知啊 因為我Partner有時不在香港 如果他在那裡 我就一定走得開 那我怎麼辦啊 星期六、星期日 那些booking很full的 你不理我做不完的事就死了 喂 有些客人呢 每個都要你幫他的狗剪毛的 那我整天都叫你聘人的啦 但是我喜歡你做啊 你遲些再說 我不理啊 你一定要幫我的 我不要第二個的 我要走了 喂 杯東西這麼正呢 我要打包酒 你都應該有些 那些什麼果汁包裝機的吧 唉 我弄給你啦 一杯夠了嗎 夠了 咦 那部機器不動的 我都未插鍵 讓我插個鍵先 喂你不要開鍵啊 你的手啊 哎呀 花王 倒了杯冰到你的身上了 紙巾呢 哎呀 你又幹什麼啊 你呀 這隻手啊 放在機器裡又跑去插鍵 你想斷了手指嗎 不好意思啊 弄到你的衣服髒了 唉 不要緊啦 我進去沖一沖先 嘩 那件衣服怎麼沖啊 修華 放在機器裡差不多 不如和你搬換衣服吧 是啊 不行啊 約了客10點半 我要走了 好趕啊 那不如買個件衣服吧 這裡附近的商場 最早都可以11點的 你看啊 整條街都離開而已 可以了可以了 抹了才算 你們不要管我 嘩你這樣去做事啊 嗯 整身奶味 一會乾了很臭的 那不是怎樣 一會見到有衣服 那我先買來換 可以了 不用 我後面有一件T恤在這裡 如果你不介意的 就先換它 嗯 喂 挺好啊 覺得怎樣啊 換了先啊 好了好了 換了 你放心吧 那件T恤昨晚洗的 我掛在這裡吹乾而已 乾淨的 唉 怎麼都乾淨過我身上的那件 嘩 阿楓啊 為什麼這件T恤的牌子 在這裡寫著有四字呢 是這樣的 這些T恤呢 我一買買幾件 輪流穿 我怕穿來穿也有一件 所以我就寫了個號碼 哼 你挺有趣的啊 那你一共有多少件啊 就是四件而已 哼 難怪一見你 都是這款衣服啊 欸 你們在這裡換 我出去買了些東西 這個阿楓真是夠奇怪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會和我哥合奮做生意 我哥啊 只是T恤 可能已經超過一百件 你問他穿什麼衣服 他很厲害 他哪裡會理你那些飲品 要用哪隻糊頭好的呢 看來這個阿楓 都好像挺緊張一盤生意 他那麼緊張 店舖就會被他說了事 希望他是好心地的啦 要不然阿麗夠錢 就不知怎麼辦 雖然剛才我是有點生氣那個女生 我昨晚弄了一晚 打算弄給她們試 怎知道她懶有意見 一句不對就說回來 但是 正好如果不是她 可能我現在這幾個手指已經不見了 這部機器這麼危險 你以後要小心點 不如你不要搞啦 叫伙計弄吧 我不是伙計咯 那你的partner呢 我們都沒說到這些 那你好說定啦 不要那麼吃虧 剛剛啊 差點連手指都吃虧了 行了啊 我不夠睡而已 就是咯 但你熬得死死下 你的partner去了哪裡 他有事要做嘛 我們先走 哦 那我明天再改良一下 如果你們有時間再來試一下好嗎 哦 我看看小和 這時間怎樣呢 我明天未必可以的 但我剛才試過 覺得中間那杯的芋頭 最軟 但就不夠第一杯香 還有那些芋頭呢 小粒點 賣相似乎好看點 至於那些西米呢 就可以被人選 小粒點大粒 還有鮮奶和椰汁呢 就都可以被人選的 讚成啊 哦 原來你們剛才試過了啦 見到你這麼多心機 當然要試啦 就這樣啦 我們趕時間啦 我和你一起走啊 嗯 嗯 剛才覺得他喝了一口 就這麼多意見 也不覺得他喝過其他那幾杯 但是 他剛才說的那幾點 又和我吃的時候的感覺一樣 我還是覺得中間那杯的芋頭 是最軟的 嘩 沙華 為什麼你剛才nice了這麼多呢 只有我一想起我哥 我就會對任何人都好好的啦 喂 阿日 這邊啊 哦 啊 那些海關呢 就是每個行李都不看 是要看我好一點的 咦 你的朋友呢 我叫他們先走啊 哦 喂 不好意思啊 要你等我 是不是這麼客氣啊 你怎麼走的 我有車來接我啊 一起啊 哦 好啊 那些行李來了 喂 喂 那輛車等我推啊 謝謝 這幾天我玩得很開心 我也是啊 幸好是你啊 我幾個朋友都很悶的 他們有沒有悶到你啊 怎麼會啊 你令到一群人都不知道多好氣氛 你說那個應該是你自己 那都是因為遇到一個好的對手 我想 你應該有女朋友的吧 嗯 是啊 認識了多久啊 兩年啊 兩年啊 好不好啊 挺好的啊 怎麼這麼問呢 我想看看挑戰性有多高 那你應該都知道你自己很有威脅性 是嗎 不知道啊 為什麼剛才這麼坦白 現在又在這裡說謊 因為我想親耳聽你說一下 我多有威脅性啊 我認識了你三天而已 就和你去菲律賓了 那今晚會不會陪我吃飯呢 啊 你掛著你女朋友啊 是啊 那算吧 男人能夠為女朋友抵擋誘惑 簡直就是愛的最高表現 我看著阿珍的背影 都不知道多想跟著他去 但是我知道我這樣走了三天 阿黎一定會不開心 這兩年我都很尊重他 既然他肯放下我走 我就一定要有些回報 正所謂你敬我一尺 我沒有理由不敬你一象牙 Jenny 為什麼不開門啊 對了 他下了街機上 來了啊 嘩阿黎 你為什麼現在才開門給我啊 啊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剛剛 來啊 先抱抱 你慢著抱 為什麼你去菲律賓呢 又不打回來 而且你和什麼人去啊 我和很多女人去啊 日本啊 台灣啊 新加坡啊 新加坡啊 很多啊 好好好笑 我當然知道你和女人去啦 是啊 但是我真的有很多人和我一起去的 這班人打算去到那裡開個旅遊點 那我朋友叫我一起去 那我就去啦 嗯 去得這麼神秘 有多神秘啊 我又跟你說的 還有我只是告訴你啊 我連我媽都沒有說到啊 是嗎 沒有說到嗎 那那個是女人還是男人啊 是女人 她還約我今晚一起去吃飯啊 但我沒有去到 馬上趕回來 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 掛著你 好像衣架一樣掛著你 咦 不信你 你不信我 你信不信我扔你到街了 喂 我下來啊 掉死我了 那你現在信不信呢 信啊 信啊 你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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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口那麼多 唉 不要啦 已經天天打針 還哪敢試啊 媽媽啊 我不是做東西給自己吃的 是大哥間店 要做些招牌飲品 那我正在嘗試效果 是啊 你哥呢 做事真的好辛苦的 你幫我去咯 蛤 辛苦啊 好像人家比你兒子更辛苦 很多倍 店舖都快要開了 他膽敢去菲律賓 唉 他可能有事做 他做什麼啊 幫人曬貓果乾 還是幫人找菲律呢 其實啊 你要研究這些飲品 應該是他做才對的嘛 喂 莎莎 你嘗嘗這個效果如何 舅夫仔 還要嘗嗎 我要on diet了 要你試一口 What's it 糊頭 又是糊頭 No way 我吃了好多了 你試一口 你看看稠一點 是不是好吃一點 來 OK啦 怎樣 OK OK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算了 看你的樣子都不太認真 舅夫仔 I'm not sick I'm not sick 自己這樣躲起來 真是好無人 好鬼孤軍作戰 一天 一聲不出就走了 又什麼都不理 我自己一腳踢 又做不完那麼多事情 都還沒打仗 個人已經累成這樣 怎麼辦 那怎麼辦 熊了這麼多天 我想我真的很累 今早 竟然不知醒起來 當然 在那床彈起來的時候 我立即換衣服 趕回店裡 因為我今早約了師傅 來做少少裝修 當我回到去的時候 竟然見到淚秀和在門口 他有個人 坐在化妝箱上面 我還沒忘記我 你這麼晚才開店嗎 不是 我今早晚了少少 我還打算走 給你一件T恤 不用客氣 特意拿回來給我 我不是正來還東西 你等一會 拿著東西 我見到淚秀和 打開她的化妝箱 在裡面 拿出一個有海豚公仔的冰壺 出來遞給我 不要說我只會彈人 我昨晚回去 用芋頭試過 但芋頭不是你那些那麼漂亮 我將它煲軟了 加鮮奶 用攪拌機打過 你試試這樣好不好 不過等了你那麼久 可能沒那麼好吃 你昨晚自己做的 是啊 我昨晚又自己做了一晚 不過我用雪糕 是嗎 會不會太胖 我有這麼想 不過我先試你那些 你慢慢試吧 我趕著走了 啊 還有啊 你千萬不要告訴我哥哥 我有理過你們的事 不是不好 簡直是不準 知道嗎 知道了 是這樣 喂 我試了之後 怎麼告訴你 那個效果是怎樣 什麼你這麼多東西 嘩 開店頭啊 拿一張紙 讓你寫下他的電話 不要了 我趕時間了 拿隻手來 哦 呂秀和 一個麻煩 就拿一支唇膏出來 在我手上 寫下他的電話號碼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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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